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浪进船了 水进船了 导致不幸的沉船 会下水域两艘船大艇 用船大艇对试炼人员进行定位 一旦定位了沉船 就等于缩小了我们的搜救范围 从原来的几万平方米的水域 现在可能在几千平方米 昨天是大风天气 然后今天又是大风 还有这个小雨的参长 所以对搜救增加了困难 这个船只呢 咱们不能造成二次 这个出现事故 所以我们有船只 可能会在封小的时候 进行全力搜救 这次进行全力搜救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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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